U-Bike 们进来上课咯 早来学姐黄敬寅协助拍摄宣传影片 U-Bike 2.0因为站点不用拉电 设站条件门槛较低 目前已设置了800站 明年年底将达1200站 平均150到200公尺就有一站可供借环 有效吸引民众使用 那U-Bike 2.0 我们从今年的5月8号起正式营运 那我们持续建站 我们以今年750站的目标努力 那到12月我们已经超越原本预期的目标 建置达到了800站 那希望透过这个占据更密的站位 让民众更方便使用 那依赖部分我们就是预期在明年会做一个退场 那会做一个逐步退场的部分 那原理上就是明年底之前 就是我们全台北市就是会以U-Bike 2.0来做一个全市营运 交通局表示今年11月U-Bike出现单日租借超过12万人次 日平均达9.4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为全国最多 也显示随着U-Bike 2.0设站越广 有越来越多民众使用U-Bike公共自行车 因为原本1.0是400站 那我们预期就是明年底U-Bike 2.0要达到1200站 那也就是原本的1.0的部分也都会用2.0来做一个取代 那除了原本既有的400站之外 我们就是也有新增站位 总计达到1200站 能够提供更密更近的服务 让民众使用更方便 另外欢庆U-Bike突破两亿骑程人次活动 得奖名单以公告于微笑单车官网 对奖期间开放至12月14日止 请中奖民众把握时间领奖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